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20是新西兰的大选年 随着投票日子的越来越近 很多选民还不是很确定 手中的选票应该投给哪个候选人 或者是哪一个党派 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候选人 特别是华人的候选人 今天我们特邀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国家党华人候选人 Lenz 路兰女士 另一位是Botany国家党候选人 Mr.Christophe Naksong 在这里轻轻地跟大家介绍一下 Naksong先生之前是 新西兰航空公司的行政总裁 Lenz 你好 欢迎做客 Angel Coffee Town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Great to be with you 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吗 Can you say hello Hi everyone Great to be with you today 大家好 我是Nancy 路路南 你们好 Lenz 你好 据我了解了 你好像是移民到新西兰 是1.5代 1.5代的意思就是说 你很小就来到这个国家 生活和学习都是在这个国家 请问你是几岁就来到新西兰呢 我是9岁的时候 跟父母移民新西兰的 那整个生活和学习过程 成长过程都是在新西兰的基本上 是的 没错 那好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 你觉得你对中国的认识程度有几分 同样的话 你对新西兰的认识程度又是几分 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 你是怎么看待的 好 那想要了解中国和新西兰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面 然后说是如果说是要了解几分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Angel 因为我们所要了解的事情太多 想要学习的事情太多 但是如果硬是要给一个分数的话 我相信两边我都会给7.5分 7.5分 7.5分呢是因为我两边都生活过 工作过 那大部分时间呢是在新西兰 但是中国那方面呢也是旅游 探亲 工作也都有过 但是为什么是7.5分呢 因为我希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空间去学习 新西兰和中国对两个国家更加大了解 好 谢谢 谢谢 现在你是那个国家党的候选人啊 是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 区别于其他党派的华人候选人呢 优势啊 首先1.5代肯定是一个优势 因为我们中西方文化都 中西方的文化两边都非常的了解 非常熟悉 另外呢就是我个人除了我的从商的背景和经验 我的专业的会计才快知识 还有呢就是我在中西两国之 这两国都有分别的工作生活 对两国的一些民情文化 经济发展后未来都有我自己的理解 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个人生活经验可能稍微足一些 因为成家了也有女儿 所以说对于很多现况还有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觉得更有自己切身的一些体会 And I'm sure you got all that A little bit 好下一个问题了就是问我们的拉松先生 拉松先生你好 你好 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Angel I appreciate it Welcome very welcome 就是 你是Botany选区的 你有什么话想对那个Botany选区 特别是华人选民有什么话要说吗 而且你觉得他们 在这么多的竞争对手当中 他们为什么要投你一票 So what do you have to say to the Chinese constituents in the Botany electorate And why should the Chinese constituents in the Botany electorate vote for you Very good question Angel Very good question Well firstly Nihao I think there's really a big thought for us here in Botany which is that out here in East Auckland where there is 130,000 of us that live here already And that means that East Auckland is actually bigger than Dunedin And it's bigger than Tauronga And as a result We have been chronically underserved in terms of the public services that we have available to us in East Auckland Do you want to try and translate Or do you want me to keep going Translate please 好 那首先呢 Christopher 拉克森先生呢 是非常高兴 今天收到了我们主持人Angel的邀请 有这个机会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说到为什么Botany选区这么的重要 其实对拉克森先生来说呢 不仅仅是Botany 而是整个东区 我们整个东区光居住的居民 就有大概13万人 13万人的这个概念呢 是比戴尼丁整个城市 甚至是陶朗家整个城市 都还要大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在这个区的公共服务 做的还不够多也不够深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党在这个区 想要好好地加强 我们能为大家所带来的公共服务 那克里斯多佛呢 他其实自己是在Botany这个区场大的 所以他对这个区呢 感情非常深厚 而且他对这个区呢 也充满了希望 那他说据他个人的切身体会 就是来这个选择来这个区 定居生活的 我们的这些居民呢 其实对Botany是非常有感情 而且对Botany这个区的未来发展 是非常有希望的 那他就想要作为其中一名代表 能为Botany选区的居民 把Botany做得更好 未来更有希望 所以我认为我们有五个事 第一个事是 我们必须把小费的业务 在最后的盛利 因为如果我们要出现 这个经济的混费 它是小费的业务 那第二个事是 我们必须要确定 我们有更好的公共交易选择 我真的想要确定 把Botany到Pan Muir 到Britter Mart 活动 是在充满的时间 第三个事是 我们必须要进行更多 健康区的服务 进行电脑 所以我们不能离Botany 到Middlemore医院 或Mannokal Super Clinic 第四个事是 我们必须要确定 我们在Flatbush的区域里面 第三个事是 我们必须要确定 保持人们安全 保持法律和安全 Botany 这些五个事 我还想要去争取 Botany 我还想问他第一件事情 没想到他说了五件 对 所以Christopher先生 他就有说 他如果能获胜 能作为Botany 选区的国会议员代表的话 他有五件事情 他一上任 他就想要做 第一呢 他是希望把中小型企业 放在整个Botany 社区的经济的发展前提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中小型企业 第二呢 是希望打通Botany社区 跟其他区域的交通 这个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包括从Botany到Permill 到我们市中心的Britoma 这一线路要打通 长通无阻 第三呢 是希望我们要有 我们Botany选区 我们Botany区域 自己的医疗中心 那我们Botany的居民呢 可以不用离开Botany 比如说去Mannukau 或者是Middlemore 医院才能就医 第四点呢 是希望我们Botany 要有我们自己的 社区中心 在Flatbush 那最后一点呢 他是希望 我们一定要加强 Botany社区的居民 治安和安全 对 非常好 非常好 Liz作为我们的 那个华人的年轻啊 苏联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也是将来国家党的 未来的国会议员了 你怎么 利用你手中的权利 也就是只有国会议员 才有的权利 去鼓励更多的 华人青年出来 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 议政 你有什么想跟年轻人说呢 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我们在新西兰呢 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平台 在各个社区 各个城市 有不同层面 包括district council local council 然后city council 这些我们都有不同的层面 是有很多机会 可以让我们去发声的 那我身边的洋人朋友 其实是很习惯 使用这些平台和渠道 但是呢 我们华人可能了解的比较少 所以我希望十月份 大选之后呢 我能去多鼓励大家 去寻找更多这样的平台 把平台带到大家的面前 让我们的很多年轻人 去主动的去发声 去锻炼 然后培养自己这方面的自信 兴趣 然后发挥我们自己的力量 非常好 说得非常好 下一个问题 就问问我们的Lexon先生 这文调 这一些调查当中 就是华人支持国家党的 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高于其他主义 你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支持国家党呢 OK So the Chinese ethnicity have a better polling for the National Party a little bit more than the other ethnicities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jor reasons? Well I think Chinese values are very similar to National Party values You know when you get back to it You know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is incredibly vibrant it's incredibly strong it's made New Zealand a much better place you know economically but actually much richer culturally I left this country in 1995 to go overseas for 16 years and actually what th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ty here have been immense to New Zealand So I think they understand things lik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hat if you work really hard you deserve to get the success that you are it's about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and I think fundamentally they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we need a strong economy if we're to have the level of social services and public services that we all want to see and I think when people like yourself and me come into political life we're different from other candidates because we've actually done things before we come to politics so the work that you've done you know in your commercial roles in New Zealand companies Chinese companies your own upbringing you've actually achieved things you've delivered things you've got expertise you've got perspective and I feel the same for me as well and so we go to politics with some real world perspective of what's required to make an economy perform well and for people to be able to get ahead and so I think you know that's why I think we've enjoyed great support amongs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it's our job to earn your trust and make sure that we we can get you to support us Two Ticks Blue as of Saturday actually but really I think it's just that there's a really good alignment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ty values and National Party values 所以 Chris呢 他认为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华人的价值观 我们的理念 跟国家党的很多价值观 是非常相似的 其中几个重点呢 就是他说到两点 他特别特别欣赏 华人的传统观念 就是一 对自己和对自己的家庭负责任 我们努力工作 努力生活 就应该得到 我们所得到的回报 是的 第二 他说他在1995年 离开了新西兰 去海外工作 16年后回到新西兰 他发现了 原来华人在新西兰 对于整个新西兰 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充实 有多么大的贡献 那他说第二点 他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华人 其实跟我们的国家党一样呢 是非常注重 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努力 那在这一点上面呢 其实Chris的意思呢 就是说 像我们为什么 跟我们很多同事 跟其他的党派 不一样的是 我们都是先累积了 我们各自 在各自行业的经验 人脉 还有知识 我们累积了 充分了之后 我们来献身于从政 我们献身于 给新西兰和新西兰人民 更多的回报 和付出 那因为我们有这些经验 我们才 踏设这个领域 就是搏击后发 就是这个概念 是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点子 之前国家党的议员 杨建博士 在我们华人社区呢 十分受欢迎和爱戴 是的 你在他身上 最值得你学习的是什么呢 是的 杨艺元在华社里面 得到望重 因为他九年 从这九年 和九年之前 他就已经不断地 在为华社付出和努力 那在过去的九年呢 大家在华社里面 对他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从杨艺元身上学到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要做好人 和做好自己的本分责任 那我为什么从政 从政是我想要为 我们的社区 为新西兰 为华社 带来更多的 正面的影响 我想要付出 想要奉献 那我能做到什么 杨艺元就一直叫到我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本分 做好自己的责任 你在那个位置该怎么做 能把它做得更好事 杨艺元 他说他做到现在 他都不断地在问自己 也建议我 经常的 好好地问一下自己 我还怎么样 能把自己 和我做的这个 国会议员的位置 能做得更好 这个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这个杨艺元 也把他的秘诀 传送给你了 先把自己做好 是 是的 而且还有一个秘诀 要传送给你的 一日三十五声 对吧 一定要经常检查 自己做得够不够好 非常好 非常好 今天就很高兴 请到两位嘉宾做客 Angel Coffee Time 非常感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我没想到 你给你一个 感谢 我去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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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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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